男子半身瘫痪 身情恍惚 连话都说不清楚 太太说 先生是因为 搭高尔夫球车翻车 才会摔成这样 事发的时候才刚满周岁 他也想说 他这么多岁了 有这么一个儿子 所以他就是想说 他怕高尔夫球 把身体的人都比较用 不能喝啊 叫口好生 政府为了陪儿子打球健身 竟然摔到半滩 一会发生在提宁一月 无心腹伤和友人约打球 当时甘定开球车再送 却因为下坡未解锁翻车 无心腹伤被甩出车外 急救后 昏迷指数一度只有三 历经多次手术 迄今有则瘫痪 何必施与迟疑症 是神经受损 一时判定终身无工作能力 家属怒告球场1723万 加上百万服务金 案子经过两年审理 法官认定 腹伤得自负三成责任 甘定根球场 被疑厌误过失罪起诉 判赔1092万 也创下国内首起 高尔夫球场尿城 重伤害的案例 无心腹伤弟弟把凶嫂故事写成歌 剧情催泪也是八点档片尾曲 太太说先生白手起家 是商场强人 不仅经营多媒体事业 还有两间连锁KTV 出事前年营收粗估三千万 当年为了儿子打球健身的好爸爸 却因为一场翻车意外 变成这样 而对于判决结果 高尔夫球场表示 由于主管不在 无法取得回应 接下来我们找我佩如 谈谈报道